一个人最难的能力是判断力,常是观象,判断力价值的根本所在,这种能力,靠自身修为,也靠环境造就,比如,在两岸统一问题上,大陆百姓都能看清统一是在必行,但对岸有一些人却如坠迷雾,甚至白日做梦,有网友就调侃了,说,别光说对岸战力不行, 其实对岸还是有一些好的武器装备,值得大陆拥有的,要是武力统一,小心别打坏了,得让武器运输大队长善水善装的,这些武器是啥呢? 第一个,AH-64E型武装直升机,弹号守护者,这个名字可能听上去,有些陌生,要说他的前行,那就耳熟能详了,阿帕奇视野,AH-64阿帕奇,称霸世界武装直升机综合排行榜放手数十年,叱咤风云,功勋无数,可以说影响了好几代人, 曾几何时,是中国十分羡慕的武装直升机,美国陆军共有800多架,并且出口到十几个国家和地区,其中包括对岸,大陆的五支腐蚀,在性能上可以比较阿帕奇,但还有一些薄弱环节, 作为阿帕奇的升级改造版,守护者的升级项目包括,改进数据链系统,采用联合战术无线电系统,功率更大的P700-71-701D发动机, 相应的减速链系统和新的复合材料悬疑讲业,具有操控无人机的能力以及表飞行能力,也就是说,更加适应信息战,能够作为无人机指挥机使用,还可以自动驾驶,这样的升级改造,保证了其世界第一的位置。 对岸陆军顶购了30架守护者,其中有一架已坠毁。 第二个,爱国者系列防空导弹系统,对岸有三套爱国者PEC-I防空导弹系统,和六套爱国者PEC-3防空导弹系统, 这是战区防空导弹的重要成员,也是来接战术弹道导弹的最后防线,爱国者三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防空导弹之一, 火绿弹,可以对抗宝和空袭,跟踪门绿弹,反应时间短,可以实施多个同步攻击,可以有效进行电子对抗,与其他的陆军系统和联合系统可以互联操作。 在伊拉克,它的拦截成功率为70%,但美军对外的爱国者三的拦截成功率超过90%,总体上,对岸在学习以色列雪球的计划, 试图构建这个地球上最为严密的导弹防空网,但是,毕竟两岸距离近,对岸缺乏战略动身。 真打起来,能派上多大用场不好说,如果用不上,直接被接收了到也挺好的。 第三个,ERC预警机,量产型ERC于1973年交付美国海军,1992年以后交集的ERC属于更新类group。 二规格,1990年代末,ERC又退出新的改良型,ERC应元2000,美国海军前后拥有ERC近100架,台湾地区拥有4架,ERC应元2000,与我们的空警2000,空警件500相比。 ERC应元2000,总和能力已经明显落后,但是,它自有可贵之处,这是一种海军专用的舰载固定抑郁警机。 要知道,这正是我们所缺乏的,如果能够尽快建造属于自己的舰载固定抑郁警机,凭借我们后发的信息装备的便利,我们航母战斗群的能力能够大幅增强。 舰载固定抑郁警机,可以说是战力的倍增器,宝贵得很,我们盼望统一,盼望和平统一,两岸是一家人,血浓与水,一家人和和气器在一起,是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和伟大的力量。 上述武器系统,算是我们统一的合理吧? 当然,还是那句话,如果我们的核心利益受损,需要武力统一,付出多大的代价,都是值得的。 至于那些武器吗?总会有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